台湾株再度在国际比赛当中 在到优秀的生日 中华馆见过科技大学美容学学生 参加在日本既行的 《理空100SPC Global》世界比赛当中 打白鸭酒2,800尾的选手 在到美容旅客晚宴盘头类的冠军 在现出见过科技大学学生 优秀还是狗海性格 《理空100SPC Global》世界将英赛 11位13号在日本既行 来自中华的建国科技大学美容学生 在台湾全国出塞当中 第3名后 代表台湾全都日本参加总冠军的比赛 顺利在2,800尾选手当中 第2美容旅冠军跟晚宴盘头类的冠军 为台湾尽数共赢 我们这次呢 我们的同学 就是建国科技大学美容系 有五位同学去参加这个 环太平洋的一个美容美法的比赛 还有一个日本的一个SPC 有2,800多个竞赛选手的一场比赛 那很荣幸的 就是获得了SPC的国际组的总冠军 都是经过老师 资资不倦四年的教导 虽然呢像蒋正宗他并不是 一开始呢他并不是美容科的一个 本科的学生升学上来的 但是他对这个很有兴趣 那么老师呢也付了很大的心力来指导他 对我中的同学在这儿感谢老师的基督以外 也在老老可以在这儿有部分是因为 要看几阳电脚 利用各种的任务和合众来计划創意 从整体 其实就是 像礼服他的颜色就是 因为我很爱看延期攻略 所以他跟延期攻略的颜色几乎是一样 然后带去的话 就是也很受日本评审的青睐 所以得到这一次的国际部门奖金牌 在了日本的比赛以外 结果科技台下美容黑东俄 也当时参加由APHCA阿泰集团 在俄盟搜集办的第22次美化与做行政兴比赛 同样得到冠军 为台湾成功 也让过来三下历改各种人材 永明世界 新中华新闻北边林中华 彩虹伯德